是鲨鱼扑向隐藏的列物 这些白起叫鲨不是独自捕猎而是成群的行动 成群捕猎的规则是谁先抓到就归谁所有 鲨鱼搜索鱼时总是表现得残酷无情 但发现了潜藏的鱼之后 就用它强大的力量紧紧地咬住把它拽出来 但有时鲨鱼确实是通力合作的 一条藏在缝隙中的鱼无处可逃 它陷入绝境 所有的出口都被堵住了 鲨鱼用弯曲的牙齿勾住鱼 使鱼根本无法逃脱 它们利用味觉和触觉检查列物的肉是否能吃 在锋利的珊瑚丛中冲撞 有点像把你的脑袋扎到碎玻璃桶里 但是白棋胶煞坚硬的皮肤和眼睛上的保护膜 使它们免受任何损伤 齐心协力坚强有力和特别功能 这些因素加在一起 确实使鲨鱼成为天生猎手 海上是一种凶恶的不识动物体长 可达三米 它们细长覆盖着粘液的身体 使它们适宜生活在狭窄的洞穴中 海上视力差 它们大部分时间藏在缝隙里 等待着伏击猎物 它们良好的嗅觉弥补了它们的势力缺陷 四个鼻孔对它们很有用 水从前面两个鼻孔进入 流过嗅觉器官 从后面两个鼻孔流出 海上的牙齿 也天生适宜补杀 小 风力 向后 弯曲了 能把最滑溜的猎物死死地咬住 等着食物送上门来 这是上侧 海上 藏在这里 一动不动 专等着猎物路过时 出气不意地 把它捕获 它很快 把这只龙虾解决了 是 黑衣 它是 它是 继续 蚂维 像 小